大家好,欢迎收看志远书香,我是宁希,喜欢请您关注我,这样您就能及时收看到志远书香最新的节目。 唐朝是诗歌发展的全盛时期,有诗仙李白,诗王白居易,诗圣杜甫,诗鬼李赫等一大批璀璨的群星。 而背后是誉为诗豪的刘语熙,即使在多年贬折生涯中遭遇起起落落,可她却始终乐观豁达,潇洒过一生,尽显百折不挠的气节和精神。 公元805年,顺宗即位,她任用王书文改革朝政,刘语熙也参加了这场革新运动。 但是革新遭到了宦官、藩镇、官僚势力的强烈反对,以失败而告终。 顺宗被迫退位,王书文被刺死,刘语熙被贬为狼舟司马,开启了她长达23年的贬折生涯。 难能可贵的是,刘语熙在遭受严重打击后并没有消沉下去。 刘语熙的诗风格俊美豪爽,格调激昂,有大气磅礴的雄壮气势。 今天我们聊的《秋辞二手》就是被扁郎舟的时候写下的。 自古逢秋,悲伎寥,我言秋日,圣春招,是何等的豪情壮志,振奋精神,鼓舞了多少失落和绝望的人们。 读她的诗仿佛能感受到那种激情澎湃,催人向上的力量,也带给人们无限的希望和信心。 《秋辞二手》 唐 刘玉熙 自古逢秋,悲伎寥,我言秋日,圣春招,晴空一鹤排云上,便饮诗情,道必消。 山明水静夜来霜,树树深红,初浅黄,世上高楼倾入谷,岂如春色,走人狂。 《秋辞二手》是两首借景抒情的极性诗作。 这两首《秋辞》虽然主题相同,但是各写一面,既可独立成章,又是互为补充。 《秋辞其一》是歌唱秋气,气以励志,气势雄浑而壮阔。 其二是永赞秋色,秋以怡情,意韵清雅而淡薄。 我们先来看看《秋辞其一》。 自古以来,骚人默客们都悲叹着秋天的萧条、凄凉和空旷,我却说秋天远远胜过春天。 秋日天高气爽,晴空万里,一只仙鹤直冲云霄,推开云层,也激发了我的诗情飞向万里晴空。 自古逢秋,悲季寥,秋天白草枯黄,树叶飘零,人的心情难免受到影响,因此关于秋天的诗句,很多都是带着一份悲秋的色彩。 然而刘雨昕却断然否定了情人悲秋的观念,我言秋日盛春招。 悲秋是你们的事,我不觉得秋天萧瑟素杀,反而认为有她自己独特的美。 甚至比那花红柳绿的春天更胜一筹,表现出了她多面思考,积极向上的思想。 晴空一鹤排云上,遍影诗情道必消。 这里刘雨昕选取了具体的事物,生动地勾勒出了一幅壮美的画面,把秋天描绘得振奋人心,也有力地证明了她秋日盛春招的观点。 在刘雨昕的视野当中,没有萧瑟的秋风,没有落叶的树木的演印,她看到的是秋高气爽,万里晴空,白云漂浮的开阔景象。 用一鹤凌云这个别致的景观,描绘出了一只展开翅膀的白鹤,带着她的诗情一直冲到九霄天外。 虽然这只鹤是孤独的,然而它所呈现出来的气势,却是非凡的。 一个牌子有一种排山倒海的气势,其中所蕴含的深意,也都静在不言中了。 在古代,鹤具有吉祥、长寿、超凡脱俗等等的含义。 唐朝时期,人们更是爱鹤成风,很多文人用鹤来表达自己的品行高洁,不落凡尘。 也许刘雨昕是以鹤来自愈,视鹤为不屈的,不畏权贵的,卓尔不群的化身。 这让鹤带上了哲理的意韵,也带着艺术的魅力,发人深思,耐人引勇。 秋辞其中所展现出的不仅仅是秋天的生机和素色,更多的是为理想而奋斗的英雄气概和豪情壮志。 我们接着来看看秋辞其二。 秋天了,山明水尽,夜晚已经有霜,树叶由绿转为浅黄色,其中还有几颗树叶成为了红色,在浅黄色中格外显眼。 登上高楼,四望青秋入谷,才不会像春色那样使人发狂。 这里的写景非常美,像是一幅绚丽的秋色图。 山明水尽,夜来霜,树树深红,初浅黄。 这秋天山明水尽,夜晚白露凝结为霜。 远处的树木,有的是深红色的,有的是浅黄色的, 它们看起来是那么耀眼夺目,绚烂缤纷。 山明水尽这四个字,奠定了整首诗的基调是明朗的,清快的。 夜来霜说明已经是双将前后了。 双将时节不只有圆景,山明水尽,更有近景,深红浅黄。 这个秋日山景实在是太迷人了,看到这首诗会让我们增加很多美的联想。 后来的《大文豪苏氏》也有双将名剧《一年豪景军须记,醉事成黄菊律》时, 也许是曾受到过刘雨昕的影响,从刘雨昕的这句诗脱胎而来。 刘雨昕的这两首《秋辞》会为关联,对秋气和秋涩的感受与众不同,独树一致, 唱出了昂扬的励志高歌,容、情、景、礼、智于一炉, 把秋天的秀美景色和诗人的豪情壮志表现得淋漓尽致。 潮有涨有落,人生有起有福。 当我们的人生碰到逆境和低谷的时候, 请记得要乐观一些,振作一些,不要悲观放弃。 有句话说得很好,如果伸手去摘星星, 即使一无所获,也不至于满手陈尼。 好的朋友们,今天关于刘雨昕的《秋辞二手》就和您聊到这里了。 这里是志愿书香,我是宁希,喜欢节目欢迎您关注我。 还有您的点赞、评论和转发也是对节目最大的支持。 感谢收看,我们下期再会。